大众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大佛顶首认言经 大四字菩萨念佛原通章 书操讲迹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很高兴 今天有这个机会 和大家一起学习 大四字菩萨念佛原通章 书操讲迹 这个讲迹是一句 老和尚 我们看到这个讲迹的第一页 我们了解一下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因缘 知将其顺文整理 供养 有三个根本 第一是本尊 是成就的根本 念阿弥陀佛 成阿弥陀佛 第二是事业的根本 是护法 是护法 有好的护法 弘法的事业才能成就 弘法的人缘才能安定的教学 所以这个护法是事业的根本 我们一起学习 也感谢马来西亚尽忠学会 他们将老上这个讲迹整理完成 那这个文字党也可以发到群里 提供大家学习 大家都可以提早深入的来预习 学习 第三是加持的根本 是我们依止的上师 这是密宗的说法 那我们是汉传 这是显教 那就是我们依止的和尚 和尚是亲教师 我们依止 我们依止 上尽下功劳上 他 我们一思维他的教诲 他的教诲 当下就加持我们 而我们修学成就 最重要的因缘 就是我们依止 就是我们依止的老师 法华经上说 善之士者是大因缘 善之士是我们修学的 因缘当中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一个助缘 所以叫大因缘 因为佛法无人说 虽至莫能解 佛法甚深意理 不是过来人 要深入 要深入浅出来开解 不容易 所以有过来人给我们开解 教化我们 引导我们 化导 令得见佛 见佛就是我们 恢复了我们的自性 佛家教学的目的 要民心见信 开我们的根本智慧 不能说佛家 就是让我们修修福 那这个 对佛法的理解 就不够深入了 目的是要帮助我们 恢复自性 那这个要有善知识 教化引导 我们能恢复自性 阿难问世佛籍中心也说到 从民思受戒 这个名是明白的名 受戒 接受老师的教诫 所以我们听了老和尚的教诲 要把这个教诲放在心上 这个佛家言回夫子 是好学生 孔子称 有言回者好学 他是得一善全全福音 而福失之矣 因是放在胸中 福音就是放在心上 放在胸中 就是不忘老师的教诲 那我们要自己检查检查自己的状态 因为师父领教们 修行靠我们个人 我们现在每天遇到几个境界 诸位同修 我们从早上睁开眼睛 到晚上上床休息 有没有人算过几个境界 这个用光大师啊 他老人家提到 日用之间 这一天之内 万进交集 我们没有遇到人的时候 都是境界 没有遇到人呢 脑子里还在浮现九项 那也是境界 我们 这个打妄想 都打了十分钟二十分钟 自己都没注意到 那这个叫妄念相续 妄想纷飞了 老和尚有教我们 不怕念起 只怕绝齿 这打妄想 打十分钟啊 那把老和尚的教诲 忘了十分钟都没提起来 所以我们要效法 言悔 把老师的教诲放在心上 假如我们每天 遇到很多境界 我们都起了情绪了 都没有提起老和尚教诲 那就是没有把他老人家教的放在心上 那他老人家加持自己 加持不上了 因为我们是用烦恼 去应对事情 要加持被烦恼给占住了 大家仔细观察自己跟他人 一个人情绪起来的时候 爸爸妈妈好不好劝呢 真为我们人 为我们好的人讲话 我们不一定听得下去了 因为脾气做主了 所以他们想爱护我们 爱护不了了 所以我们一生烦恼了 佛菩萨想加持我们 加持不上了 跟我们大马的同修 结缘结得比较早 成德还没出家以前 有跟大家交流过传统文化 那我们马来西亚的同修 对自己老祖宗的文化 非常的尊重 珍惜 靠着自己的力量 成就了三百多所华小 六十几所独钟 有很完整的华教教育 一直到大学 好像是有三所 我们华人自己办的大学 所以对文化很认同 那刚好成德 前期讲的是传统文化 所以 成德到素食馆吃饭 常常常都不用付钱 因为可能遇到老板 就 蔡老师你好 那我就不用付钱了 有时候还遇到旁边在吃的人 认出我来 那我也不用付钱 那我也不用付钱 这个是 结了一点缘分 那后来呢 出了家 那我们马来西亚的静中学会 还是全世界最多的 那在2020年呢 当时候是疫情期间 好像是五月份 那等于是四年多前了 当时候有跟 马来西亚静中学会 福隆静中学会 一些同修啊 我们每个礼拜 一次共学 是洪护人才扎根共学班 我们不管是洪法还是护法 我们得要懂佛法 才能很好地来护 我们假如不懂佛法 尤其我们是静祖宗 我们假如不懂不深入净土的经典 那我们要护持大众 依净土经典来修 那我们就没有基础了 所以 我们 发心很好 还要有配套措施 才能把洪护做好 不能只有发心而有 群书制药当中有说 徒善不足以为正 只有一个善心 不一定能把政治办好 那大家 一听 我一阵 那我没有当官 我没有从政 那这句话跟我没关系 大家不要着了这个文字相 佛法常说 不能着相 这个为正 这个为正 是管理众人之事 叫为正 众人 多少以上叫众人 三个人以上 叫众 那我看马来西亚的家庭 那我看马来西亚的家庭 最少生两个孩子以上吧 我们上一辈更是 真产报国 生六个八个十个的都有 我见到的都对他肃然起敬 对国家贡献很大 所以一个家庭可能最少都有四个人以上 这个都是重 所以当父母的人 要不要懂得怎么为正呢 这我讲的你们不一定信 我得引经据典 《易经》里面有一卦 叫家人卦 你看经营家庭吧 《易经》里说到了 家人有颜君焉 家庭里面 有很威严的君 君是领导人 谁是颜君呢 父母之位也 父母也是家庭里面的领导 是君 所以难怪 所以难怪 老和尚有一个专题 叫做之君 做之亲 这个专题 也是因为老和尚遇到很多大众 那大众的角色不同 给他反馈了一些情况 主要是什么情况呢 孩子不听话 孩子不听话 学生不好教 下属不好带 这个老和尚听了不少这样的反馈 所以老和尚遇到境界的深智慧 我自己遇到境界常常是烦恼 所以要观察老和尚 他怎么应对事情 应对这么多人的complain 抱怨 老和尚开出法药来了 我们在这个军领导的角色 亲当父母 师当老师 为什么扮演不好这个角色呢 因为我们可能 有偏重了 所以你看佛法常常强调 不能偏 不能偏 不能拙 不能拙相 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为政 是管理重能之事 可是我们已经拙在 为政就是当官的 其实我们在家庭里面就是为政 我们在公司 在道场 都是为政 你要领重 你哪怕是在念佛堂里面也是领重 念的时候后面跟好多人 不能偏 你当父亲 父母 你也不能偏在教育孩子 只偏在用嘴巴 又偏了 我接触一些家长 他们跟我谈到孩子 我跟他讲了多少遍 他都不听 那可能这个当父母就觉得教是什么 讲啊 讲了很多遍 我们看 我们看看古人这个胶字 有没有嘴巴 所以胶里面嘴巴不是最重要的 胶字 左边两个叉 下面一个小孩 上行下效 上行下效 应该是身教为先 哦 可是我们可能 没有了解过中国字 没有接受过传统话 可能我们自己就认为 教育孩子就是嘴巴讲 你就浊在这个认知上 浊在这个文字上 大臣佛法说 离言说像 离名字像 言说是 语言文字不能浊 依义不依语 你要依那个义理 不要浊在语言文字上 哇 你一执着 老和尚说放下 你就执着这个 语言放下 工作也辞掉了 抛家弃子 然后跑去找老和尚 老和尚 我什么都放下了 接下来怎么办 他把意识解错了 放下是什么 心上放下 世上没有妨碍 是放下分别执着 忘下 不是把工作都放下 不能把意识解错了 依文解义 着在文字上 三世诸佛 都喊冤枉 把他们的意识解错了 所以老和尚提醒我们 要把军亲师三个角色扮演好 这军亲师的精神 都要落实 我们来体会体会了 比方我是当父母的人 我要不要做之军呢 我要以身作则啊 不然我讲的话孩子不服啊 再来 你看军 要不要大公无私 不只要以身作则 要不要大公无私 不能偏心 那偏心 你家里会闹革命 你家里会闹革命 我曾经遇过一个家 四个孩子 结果呢 有一次啊 这个老三 就抱怨了 说我妈妈 最偏心了 我弟弟呢 读书的时候啊 要去上厕所 要去上厕所 我妈妈都给他十五分钟 每一次我要去上厕所啊 我妈妈只给我十分钟 哇 你看对孩子不公平 他心里很难受 这个会不会变成他的心病 那我现在问大家 我看上去 大家都是当父母的人 占多数 请问大家 我们有没有偏心 我觉得 不偏心很难 除非你有高度的警觉性 每一天念 大臣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 唸到这个平等 提醒自己了 要平等啊 要平等啊 而且啊 你看我们古人啊 分析出来 为什么父母都疼最小的孩子 这个普不普遍呢 你去观察这个因缘呢 是有原因的 因为孩子来到这个世间呢 什么时候最可爱啊 哇一两岁的时候 人见人爱 哎 结果这个老大 三四岁了 老二一两岁了 谁比较可爱啊 哦 那个三四岁的 讨厌又乱碰东西了 然后这个一两岁的 哎呀太可爱了 我们在这个境界啊 你自己没有察觉啊 所以呢 老大就不可爱 老二可爱了 过几年老二比较不可爱了 老三可爱了 结果到最后一个孩子 没有人跟他比了 他可爱的影像呢 留在了父母的脑海里 哦 所以就比较容易啊 成最小的 刚刚这个故事 大家注意哦 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心理啊 成长过程 造成阴影 我发现呢 排在中间的 儿女啊 比较容易啊 被忽略掉 相对比较独立 因为老大一来 哇第一个 哎呀 很爱啊 很用心啊 还有最后一个 最可爱 中间的 可能稍微会差一点 当然我讲这个 哦 不是给大家 偏心的合理借口 哦 是以前有偏的 现在要稍微补一补 调一调 你现在 刚要做父母的 即将做父母的 也要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公平不容易有 这个都是你 身为父母 你是家里的领导 要注意的啦 再来 在当父母的人 要不要接受劝谏啊 你当君啊 要纳贱哦 因为我们还在学啊 我们又不是一学佛 念阿弥陀佛就成圣人了 我们还有很多习气啊 要下功夫去调福啊 怎么可能我们一言一想 通通没有错 不可能 哎 可是假如孩子提醒我们 我们能不能接受 接受 还感谢他 肯定他的提醒 孩子对你肃然起敬哦 所以他当父母啊 也要做之君哦 而且这个做之亲 哎 爱护孩子 不求回报 而这个爱护当中啊 也要卑制双运哦 要用智慧哦 不能感情用事哦 不然慈母都败子哦 再来还要做之师哦 你孩子成长过程 会出现种种情况啊 他也会犯错啊 这个机会点你要掌握住啊 你要寻寻善诱啊 你不能发脾气哦 那你讲的话 他都不记得 只记得你脾气大哦 要教孩子就不要发脾气哦 心平气和才能言哦 古人这句话提醒的很重要哦 你不只没有发脾气 你还 很柔和的 帮他善后 引导他 他可能 会很感动 会不忘了 终身不忘了 这一件事情 就像承德 我父亲没有打过我 教训我的时候啊 也都没有发脾气 所以那些教诲啊 尤其记得最深刻的 提醒这个当儿子的要自爱啊 所以你当一个父母啊 做支军亲师哦 这三个角色 都要精神都要尽到 不能偏哦 所以请问大家 当父母要不要学啊 学了这个军亲师才做得好啊 同样的 我们现在在道场里面 负责工作 负责一个部门 我们就会当领导了吗 还是要学哦 接受劝谏哦 包含知人善任哦 你当领导最重要是用人哦 那我们假如没有学过怎么知人啊 那我们不懂得知人用错了 那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用错了 那这个部门问题就很大了 那些误了大众的事哦 那人是我用的 我要被因果责任哦 什么事都有因果哦 那我们当领导要纳贱哦 假如底下的人给我们反应事情 下请要上打嘛 我们才能更好的决策啊 针对问题去处理去决策啊 哎 结果我们没有学过群书之药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领导啊 老和尚在很多年前 刚好在马来西亚 指导弟子们呢 从群书之药挑三百六十句 编成群书三六零 当时候 有劝请我们的 会长干部们 要学群书之药 因为你在道场里啊 就是军臣关系了 而这一部书啊 是唐代宗 他能感觉到啊 自己是武将啊 对治国的这些理念智慧方法 经验都不足 所以唐代宗很可贵啊 他有自知之明 所以他知道自己不足什么 赶快命未真 带领一批大儒啊 从一千四百多部书当中啊 挑了六十八部 又从六十八部挑精华 编成了五十万字左右的群书之药 但五十万字毕竟太大部了 现在人家庭单位 这个工作的责任不轻啊 可能没有那么大块的时间 但老和尚是好人做到底啊 送佛送到西啊 挑三百六十句 那我们才知道啊 怎么为君为臣啊 而唐代宗很有心啊 所以他成就了 我们几千年历史当中啊 影响面最大的一个盛世 大唐盛世啊 真观之志 都能成就大唐盛世啊 相信我们团体的领导人 可好好学啊 也能把道场经营好 这样就能很好的护法了 所以我们这个洪护正法 不只要懂佛法 还要会带团队 所以当时候为什么老和尚说 会长们 干部们都要学群术之药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道理啊 比方遇到一个领导人 那遇到就有缘分了 那陈德现在出家了 遇到缘分了 遇到缘分了就要讲佛法 要带佛宣扬正法了 那对方是领导人了 那陈德就跟他提 要学群术之药 尤其要知人善任 那这个领导说了 我最弱的就是知人 我看不懂人 我说你最大的权力就是用人 所以你不能不知人 你要赶快学群术360 这个领导跟我说 我还是念佛好了吧 我不学了 我说不行 你现在是领导你要用人 你用错了要背因果 还是要学 不然你就不要坐这个领导的位置 你就不用担这个责任 你不能坐在那个位置 但是你不干这些重要的事 或者不会干 不行的 这样我们便不负责任了 现在还有当领导的 这个请他负责他 应该办的事情 他对着团体的人说 我学老和尚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 真是阿弥陀佛 你不负责任还把老和尚搬出来 让人家都不知道怎么接 不负责任 在其位要谋其症 不然你就不要追那个位置 佛法这世间不坏世间法 你连世间做人处事都 拿佛法来做借口 你会把团体给搞乱掉 老和尚是精神领袖 有人直接管事的 但是你在自己的团体 你是什么职务 你就要把你所执掌的 这些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一学大乘佛法 但是对做人做事没有概念 这样学起来会偏掉的 所以为什么老和尚指定 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传统文化课题 叫如何做一个如理如法的好人 我们不如理不如法 我们当父母 教不好孩子 印光祖师有说 成家的人第一大功德 最大的功德 你把你的孩子教好 因为你的孩子会利益很多人 不管他在哪一个行业 所以你投工当父母 因为那孩子是你培养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很明白这一点 一个人是普通的读书人 可是他的孩子是大官 是大夫 大夫用现在话讲 部长 这个读书人去世的时候 用一般读书人的理 可是之后每一年祭祀他 都用部长的理祭他 因为他为世间 留下了一个部长 不忘他为世间培养出人才来 所以我们中华文化 知恩报恩 都表现在这个理上面 都表现在这个理上面 所以 要能扮演好家庭的角色 才能积功累得 你看我们净土中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没有敦仑敬奋把孩子教好 他养成坏习惯 每天可能会伤害别人 那我们就连带着过失了 而且人要做好 佛才能成 不然每天还在造业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养 那包含 这个我们 在单位团体里面 里面 军臣 我们要懂 我听过 有团队给我反馈了 比方说 他给 领导 提一些建言 这个领导说 若真修道人 不见事兼过 一个道理就压过来了 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 你是领导 下属有给你劝谏的责任 这是他的本分 他要提醒你哪些情况 而领导有接受意见 纳见的态度 这是当领导应该有的态度 结果你没有这个态度之外 还把大臣后 搬下来 还把六祖大师都请出来 若真修道人不见事兼过 明明是自己度量太小 不能接受提醒 还理直气壮 拿道理压下去 你说谁还敢 反应问题 那这样的团体继续下去 会得内伤 会郁闷 没人敢讲真话 没人敢讲真话 执心是道场 无需假顾 大家都敢讲真话 不能有什么问题 没有啦 还好啦 其实看那个表情就知道不敢讲 是师明听师充 君子有九师 你看人家的表情就知道 人家是不敢讲 所以 现在随着年纪稍微大一点 经历了一些事 我已经进入中秋了 过了中秋了 二十岁以前叫春天 二十到四十岁是夏天 四十到六十是秋天 我过了五十了 所以叫过了中秋了 六十到八十是冬天 大家要注意 鸡不可施 时不再来 无量寿经说 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缮 你体力摔了 一念佛就打瞌睡 你现在精进念佛 如果业障消掉了 身体也会比较好 不会得老年痴呆症 你不现在赶快消业障 到时候七十几八十岁 刚好业力献减 老年痴呆就做不了主 所以要紧要紧 抢救我 你一身佛号 就消掉很多罪业 所以黄念族老居士说 用抢救 多念一身 试一身 少说一句话 少说废话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多念一身佛 打得念头死 虚如法身佛 我们话太多 就是心里太浮躁了 赶快要用佛号去辅助 下连句老居士说 多念一句 试一句 多说一句 就废一句了 勿使一秒钟空过 勿使一句话空说 要精进 常常间断 常常闲聊 功夫就不能提升 一间断功夫就退了 就像钻木取火 大家小时候有钻木取火 也不能钻一下 休息一下好酸 钻一下又休息一下 那都凉掉了 所以念佛也要跪在不间断了 大势之不善念佛云通窗 静念相继 那个相继就是不间断了 怎样才能静念呢 不怀疑 我念了能不能往生呢 不能起这个念头 这怀疑了 阿弥陀佛 臣佛以来 余经十节了 往生的人那么多了 不要怀疑了 不要夹杂 这样才是静念 念着念着 过去的事又浮起来了 念着念着 未来的事再担忧了 这个都是夹杂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前一句 不求一心 你不要坐在 我要一心不乱 我要一心不乱 你铁钉不能一心不乱 都是夹杂 你就不求一心 不断妄想 你也不要念佛 我要多爱想阿弥陀佛 我要多爱想阿弥陀佛 这样也断不了 太用力了 不求一心不断妄想 只要 不要把修行搞复杂了 只要字句分明 一字一句念清楚 听清楚 耳朵一钻住 去听 其他的五根 就收射回来 我们的耳根最立 所以念佛当中 射耳地听 非常重要 大家想一下 你看眼睛只能看前面 后面看不看得到 看不到了 眼睛局限在前方 假如前面有一个墙壁 你也看不到了 挡住了 可是耳朵呢 耳听八方 而且隔墙还有耳 所以 这个 《楞严经》里面25大菩萨 把他修学的方法讲出来 最后请文殊菩萨来选 选出了 观世音菩萨 耳根原通章 耳根 此方真教体 最适合这个 这个娑婆界的 根性的 亲近在英文 耳朵最立 这个耳根 跟我们念佛法门 息息相关 以大势之都摄六根之法门 修观世音 反文文字性之功夫 我们摄耳 我们摄耳地听的时候 这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一字一句都很清楚 这一句佛号是自性的名号 修自己反文文字性的功夫 修自己反文文字性的功夫 所以我们念佛是大势至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法门融入在一起 所以这个不能间断 不然功夫就断掉了 行柱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谁忙 谁闲 不离弥陀名号 不能一忙 妄想纷飞 忙 事情可以多 心不可以乱 可是我看 我们现在心上没有阿弥陀佛就乱了 所以你事情越多 越要提醒自己念佛 心才定得下来 海贤老和尚 工作不妨碍念佛 跟他佛号随时再提起来 那我们假如工作需要用脑 老和尚说的 那你就用心去考虑 而且要用真心去考虑 不能用得失心去考虑 不能用人我是非心去考虑事 那心铁定更乱 用真心去考虑事 用大功无师去考虑事情 不强 也是真心 无师的心也是真心 考虑完了 事情办完了 佛号再提起来 这个功夫也没有间断 因为用真心去做事 也是念佛 这个念至今心 心上真有佛 所以我们假如学了十多年 二十年 感觉自己功夫好像提升不大 要重视不间断的功夫 当然这个不间断 也不是一触可及的 也是一个过程 要越来越提得起来 那就要不断提醒自己 不要忘了佛号 那怎么提醒自己呢 也要讲究方法 有人就把念佛基挂在脖子上 这个也是不错的提醒 当然也要你的工作场合适合 你是教书的 挂个佛号 人家误会了 还有呢 夏连老说的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 你常常拿着佛诸啊 你就提醒自己要念 你按的时候就提醒你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念一弥陀 念念相窜即是佛 越来越提得起来 本来一天可以念三千 慢慢慢慢 三千二了 三千五万 四千了 本来佛号是陌生的 透过这个具体的方法 越念越熟 深处转熟了 佛号熟了 但妄念 烦恼念 就陌生了 就少了 都要有恒星 都要有毅力 陈德刚刚提到 经历了一些事 觉得老上的话 自己以前太葫芦吞枣了 现在感觉老上轻轻的讲 自己要重重的听 因为那是老上一生的智慧 加上他人生的阅历 见识 所以 为什么老上说 首先讲 如何做一个如理如法的好人 因为我们懂了道理了 五轮关系怎么经营 我们才知道敦伦敬奋 我们不懂这些道理 有心 但是扮演不好角色 所以不能只是有心而有 不能只是发心而有 还要进一步学习明理 也要讲究方法 你自己一个团体 无规矩不成方圆 国有国法 家有家归 国有 不能说发心了就能把团体治理好 都要有配套的制度 方法 都不能偏 所以老上轻轻的讲 自己要重重的听 你看老上 曾经开示到了 他观察了 上一代的人出了很多高深大德 下一代 到他们那一代觉得 人才很少 问题出在哪 老上 老上 思考观察了几十年 但是终于 找到了 因为上一代 有传统文化做人做事的根基 到他们那一代 他的弟弟小他六岁 都没有接触到传统文化 就没有根基 做人的根基 德行的根基 甚至是做事的根基 做事要体恤人心 人情事理要懂 不是你读一个MBA 读一个PhD 你就懂人心 你不懂人心 要凝聚人心 不可能 所以以前在大家庭成长 都要为几十人 几百人 考虑 都要去沟通 现在考试成绩好了 就可以升上去了 他可能没学过沟通 都要学 孔门士科 德行 再来是言语 诸位当爸爸妈妈的 你们有 教过孩子怎么讲话吗 包含你在单位做领导 你有没有带着下属 怎么跟人家沟通 谈试 怎么传达一些指令 那个都要练 练成习惯 他要主动请示 主动汇报 这些习惯 老和尚讲这段话 他观察了几十年 观察出来 他们那一代没有根 那我们离老和尚 几代啊 我是离两代的 孙子辈的 那我们更没有根 那更要扎根 所以成德记得 老和尚九十四岁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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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耐烦 老和尚回答他 我到现在还在扎根 扎根不是两三年的事 你要把这些做人做事 养成习惯 它是一个长期 养成好习惯的过程 但是 跟着老和尚学 他一再强调的 我们可不能跳过去 不能跳过 你把老和尚教着跳过去 这个我要 那个我不要 那是在跟自己学的 不是在跟老和尚学 老和尚一代实教 他是观察我们 这个时代的鸡 应我们的鸡 指导我们 忽念我们 当生了脱生死 当生往生去极乐世界做佛 这是老和尚的慈悲 也是他老人家跟我们 素式的姻缘 我看我们大部分的同修 跟老和尚都不是一式的姻缘 老和尚不知道 为了救度我们 跟了我们多少事 是 生生生世世 随足于我 心无战舍 都没有放弃我 都找机会加持我 看我有一点善根 我们 赶快抓住机会 教育我 所以我们不能辜负牢上的焦躁 不能辜负阿弥陀佛 为自己发四十八愿 不然凭我们的能力 要出轮回 几乎不可能 要断见识烦恼 我们现在人的根性 几乎断不了了 断不了就没出去的机会了 就因为阿弥陀佛发的愿 我们有这个特别法门 只要肯异佛念佛 就可以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好 那 我们希望 老和尚远吉 这个弘扬净祖宗的棒子 交到我们弟子的手上了 诗字为几字 老和尚一个人 讲学六十二年 不疲不厌 把净宗弘扬到五大洲去 全球那么多个净宗学会 良苦用心 现在我们这棒了 要进一步发扬光大 老和尚布的这些种子 我们要继续浇水 继续施肥 配合老和尚 广度有缘的众生 一起回老家 回极乐世界 那我们 那我们 把净土的经典好好深入 我们才懂法 才很好去护法 那我们从四年前 我们就每个礼拜 有一起学习 鸿护人才扎根共学班 那我们 这个 方永松居士 他退下来 我现在都称呼他方长老 因为他是最早把老和尚离请来马来西亚的长老 为什么要用这个老字 家有一老 卢有一宝 他几十年护法的经验心得 我们要成传 而且一个团体要兴盛 要敬老 要尊老 家庭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文明智慧 小大都是通的 小到个人身心家庭 大到治理团体跟天下 理都是相通的 大家认同吗 勤俭为持家之本 家庭是这样 团体是不是这样 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勤劳节俭 尤其我们在道场里面 一块钱要当两块钱用 施足一粒米 大如须弥山 你看 紧慎为保家之本 那团体国家也是一样 一不紧慎 一个决策错了 付出很大的代价 和顺为其家之本 佳和万事兴 和顺也很重要 团体也是一样的 诗书为起家之本 你要不断熏习经典 我们今天来护持道场 可是我们毕竟成年以后才学 过去做人做事的习惯还很强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三天不读圣贤书 自己的烦恼妄想就起来了 自己做不了主 我自己掂量掂量自己 我撑不了三天 我一天不听经 甚至于我一有空就要听经 这样我一听到老阿上的声音 我才容易提起正面 一打妄想 可能就把过去跟没学佛以前那些习惯 调动起来了 这个在阿雷一世里面都有啊 所以护法也不能不听经 而且做事的时候都要提醒自己 我思维要依照经典 佛会怎么做 老和尚会怎么做 佛是怎么说的 老和尚是怎么教的 这样我们才不会随顺烦恼 去办事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那这个长老的建议 我们经年 因为不久前 承德去受戒 所以这个时间呢 就到现在 六月 六月 二十五号 我们 跟大家交流第一堂课 好 那 我们呢 先来把经文读一遍 大四智法王子 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 几重做起 顶礼佛卒 而白佛言 我亦往昔 恒沙节 有佛出世 明无量光 十二如来 相继一节 其最后佛 明超日月光 彼佛教我 念佛三昧 譬如有人 一专为意 一人专望 如是恶人 若逢不逢 或见非见 恶人相逸 恶意念身 如是乃至 从身至身 同于形影 不相乖意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如母意子 子若陶氏 虽亦何为 子若亦母 如母意识 母子立身 不相为远 若众身心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如染相忍 身有相气 此则明曰 相光庄严 我本因地 以念佛心 入无身人 今于此界 设念佛人 归于净土 佛问缘通 我无选择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为第一 接下来 也是经文 任言经云 佛告阿难 若父有人 身具 四众 十波罗仪 瞬息 吉金 此方 他方 阿比地狱 乃至 穷尽 此方 无见 米不经历 能以一念 将此法门 于末节中 开示未学 世人罪障 应念 消灭 便其所受地狱苦因 曾安乐国 则此章经 成为 消罪之巨也 欲病之临丹 修心之洁净 求生之要素也 若能长辞 无苦不除 无乐不语 无怨不睡 无果不得 凡见闻者 一亿三复烟 后面这一段文 老和尚讲到 这是很简单的 把这张经的功德利益 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看奖纪第三页 任言经云 佛告阿难 若父有人 身具 十众 十波罗仪 前面引用的是 任言经上的一段话 佛告诉阿难尊者 阿难在任言会上 是当机者 佛跟他说 如果有个人 他造的罪业 造的很重 他身造业 具足 十重 十波罗仪 十重 就是讲破戒 戒经上讲的 四条重戒 就是杀到淫忘 这个四重罪 在戒经里面 讲的 这个罪很重 没救的 不通忏悔 没有法子忏悔 这是比丘戒 比丘尼戒 里面的四重戒 再来是十波罗仪 这个是凡王菩萨戒 经里面的十重戒 凡王经所讲的 十重四十八千戒 前面讲的十条重戒 就是小臣戒 跟大臣菩萨戒的重戒 他通通都犯了 那这样的罪暴是 瞬息 及经 此方 他方 阿比地狱 这种重罪 果报 是在阿比地狱 阿比是印度语 翻成我们中国的意思 就是无间 他受苦 没有间断 叫无间地狱 这是地狱里 最苦的 最重的果报 叫无间地狱 堕在无间地狱 他要受多久的罪 那个时间太长了 我们晓得 佛讲的世界 有沉住坏空 这是讲大劫 一个大劫 就是像我们整个地球 沉住坏空 这个世界都坏了 那坏了 当然地狱也没有了 他的罪还没有受完 没受完怎么办 别的世界 有阿比地狱 他转到那边去受罪 此界他方 那就晓得 跺在阿比地狱时间之长 没有法子计算的 世界的沉住坏空 是一个大劫 佛经里面 讲的二十个小劫 是一个终结 终结 就是沉住坏空 四个终结 又是一个大劫 就晓得阿比地狱 不能去 任言经将六道的事情 说得很仔细 他一共说了七道 还加了一个仙道 七道里面讲地狱的经文 任言经里面 讲七道 地狱的经文 占整个七道经文的二分之一 换句话说 把地狱里面的情形 说得特别详细 特别清楚 这是佛的苦口婆心 劝我们千万不要造地狱的业因 地狱是决定不能去 去了之后 俗话说 永结不得翻身 黄念老说 三徒一舵 五千结 太长了 不能再搞轮回了 这一生是最后生 我们这个决心 要拿出来 从地狱再出来 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大结 多少沉住坏空 才能出得来 将来这个世界再形成 它辗转又回来 还在阿比地狱都出不来 你就想这个罪之重 乃至穷尽十方无奸 米不经历 这不得了 十方世界无量无边 每个世界阿比地狱 它都要去受罪 可想而知 而知这个罪报之重 没有法子能救 但念佛能救 所以大家不知道念佛的功德利益 往往学佛 亲世这个法门 正是像弥陀经里面所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身彼国 善根不够 看不懂了 总是善根福德少 纵然遇到念佛法门 他也不相信 那这是没法子了 此地说 如果他能以一念 将此法门 那此法门就是任淫经上 这一章 大势至菩萨念佛的法门 于末节中开释未学 末节是末法时期 正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佛当年讲那句话 是指我们现代这时候 你能够将这个法门 开释未学 未学里面有两种 一种是自己 一种是别人 怎么开释自己 每天读诵 每天依照这个法门修行 这个就是开释自己 开释别人 是把这个法门 详细解释给别人听 劝别人修学这个法门 这是开释别人 那我们自己要搞清楚 搞明白 才好介绍给别人 林池大师说 经上讲 将此法门 开释未学 他这个功德利益 能够将立刻要 度阿比地狱的众生 立即就能把它 转成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就供养如恒河沙 那么多的佛菩萨 供养佛菩萨的功德大 供养恒河河沙 至于祖师之口 不是普通的人说的 祖师说这句话 是根据经上所讲的 不是他自己偏见 他自己的执着 他是有依据的 所以林池大师又说 有些知解 狂流 一见此文 生大我慢 知解就是平常 研究佛教的教理 教理研究一些 也懂得一些佛法 看到这篇文字 他就生起了我慢心 他就不相信 他也不肯再精进 原因在哪里 原因是他没有真正的理解 妄文生意 这不但不能利益众生 实在讲 耽误了自己 我们应当要晓得 佛给我们的开示 是智利利谈 两重的意思都具足 如果说是读了这个经文 末节中开示 我只为别人讲 我的功德利益就大了 那你就错了 所以这个地方 开示未学 这一句在这段经里面 是最重要的一句 未学是包括了自己 我们特别要注意这点 自己没有明白 怎么能够开示别人 而且为人演说 我们解了之后 还要做出来 演得好 人家看了 有信心 你念佛念的身心 状态这么好 你本来体肉多病 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了 人家就有信心了 看刘树云老师 红班姓狼藏都念好了 大家信心 因为他增长 所以我们现在假如身体不好 也是佛菩萨派给我们任务 好好念佛 我们就能表法了 所以他的功德 说这个人的 罪障 就是前面那么深的罪障 世人罪障 应念消灭 他能够去开示未学 一念之间 这个罪障就能消灭 灭罪的功德 有这么大 而且能够 辨其所受地狱苦因 成安乐果 安乐果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是真正是 待业往生 则此章经 成为消罪之巨也 我们从这个经文就晓得 这张经真正是 消罪之巨也 也就是炼钢的炉子 不管什么东西 投到里面 立刻就烧化了 烧美了 这是比喻他 灭罪能力不可思议 欲病之灵丹 另外一个比喻 罪业是病 这是大病 无药可救的病 可是一服灵丹 能灭我们 无始节以来的 生死重罪 修心之洁净 修行 中门常说 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 根本是心 心静 则佛土静 从根本修 修行的捷径 就是这部经 也就是这个方法 我们真的 用念佛 都设六根 静念相继 这个心很快 就能安定下来 根本是心 求生之要素 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最重要的方法 净土经论也很多 当然我们讲到这里 这一张文 消罪最好的办法 消除病 烦恼 罪业最好的方法 提升自己心 然后能 成就自己往生做佛 最好的方法 意佛念佛 现前当来 不是临终当来 求生之要素 现前当来 就是拿到 potspot 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护照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我看我们的定课 每一天要加 大事之不善 念佛 愿通章 才两百 两百多个字 比心经还要短 所以 这个是五经之一 我们要重视 净土经论也很多 最重要的就是三经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净土三经 净土五经 三经是佛说的 专讲净土 附带说的 向此地 任言经这章 就是附带 说的 华言经最后的结论 普贤 菩萨 十大愿 往导归极乐 那个是附带说的 我们每天定课 把普贤十愿念一遍 才四十个字而已 这个都是最重要的 专讲西方极乐世界 有三部经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观无量寿佛经 号称为净土三经 在清朝咸丰年间 有位位元居士 这个居士相当了不起 他曾经有 无量寿经的汇集本 他把古义的五种 无量寿经 把它汇集成为一本 这个人专修净土 专宏净土 的一位大德居士 他将华言经最后的一卷 附在三经之后 号称为净土四经 加了普贤行愿品 在民国初年 我们禁忠 十三祖 印光老法师 把任言经这一章 大师菩萨念佛 云通章 附在净土四经之后 成为五经 所以诸位修净土 一定要懂得五经 怎么来的 这是印光大师 加进来的 而且印光大师 是大师之菩萨 再来 经于此界 色念佛人 归于净土 印光祖师 加了这一品 要色色我们 往生极乐世界的 好 我们今天 先跟大家 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来念 回向文 我们这个念回向文 也是用真心念 学佛最重要的是 用真心 老二上说 回向就是 扩宽心量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文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国 阿弥陀佛